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美国不断升级对俄罗斯单变制裁 并胁迫全世界选边战队 你提到的这份报告就指出 自2014年以来的八年时间里 以美国为首的国家 对俄罗斯实施了8068项制裁 使俄罗斯超过伊朗 成为世界上被制裁最多的国家 其中2月22日以来 新的制裁就达到5314项 我还注意到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秘书波波夫日前表示 美国一面迫使欧洲国家制裁俄罗斯 一面自己继续进口俄罗斯石油 上周进口量环比增加43%至每天10万桶 并允许美国企业进口俄罗斯 矿物肥料 对欧洲而言 战争和制裁带来的是难民潮 资金外流和能源短缺 对美国而言 战争和制裁却让美国在乱中牟利 赚得波满盆满 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 制裁换不来和平与安全 只会带来双输或多输 让本已困难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 并冲击现有世界经济体系 美国如果真心希望推动乌克兰局势缓和 就应该停止拱火交游 停止挥舞制裁大棒 停止胁迫言行 真正的劝和促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